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接近终点 所以在今天美国的股市开高走高 而半导体往下降了 商务部公布2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月增0.3% 年增5% 低于1月份修正之后的这个数字 那么在另外2月份美国消费支出微幅提高0.2% 远低于在前一个月修正之后上扬的2% 低于华尔街预期上扬的0.3% 暗示的就是经济压力的加剧可能会促使家庭支出要转为更为的审胜 而与此同时 FED 贴银窗口的紧急借贷金额也下滑 引发了银行风暴可能消退的希望 在现在呢 今天呢 可以看到呢 在目前开盘之后 美国的股市 华尔街方面表现是往上走的 通货膨胀好像放缓了 所以在联准会升息的周期 外界也预料大概是到终点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一个呢 我们看到关于前美国总统川普 庶民宣布或有意要与前美国总统川普来角逐2024年大选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政治人物 都对川普被昨天起起调查 这个封口废案的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一事 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指控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起诉 是出于政治动机 虽然没有点名川普或白艾荣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则写道呢 就是将司法体制作为武器来推进政治议程 颠覆了法治 这是反美的 他现在也被预计在未来数月内会展开2024年大选的竞选活动 而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则预计在春末或夏季才会展开他大选的竞选活动 而彭斯表示 针对美国前总统竞选财务问题的起诉是前所未见 让人分开 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慎重考虑参选 川普遭到起诉的消息公布之后 蓬佩奥则推文说 麦哈顿地区检察官是破坏了美国对我们司法体系的信心 而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哈利已经宣布参选 他也对于这一个对川普的起诉提出了批评 所以在现在看到麦哈顿大陪审团对川普起诉一事 在保守派共和党人士现在纷纷地发出了不赞同的声音 好 新闻方面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 这是在美国前任总统川普 现在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遭刑事起诉的现任 或者说是卸任的总统 但是他还不是唯一的法律或道德丑闻缠身的美国总统 其实还有其他的前美国总统 大家都非常熟悉 全世界都知道的 就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他的白宫助理卢文斯基的案子 另外还有更早以前尼克森的水门案 那么这一些都算是在前美国总统 美国这些前总统们也同样遭遇的法律方面的问题 而雷根呢 是他在任内他也有丑闻 最大的丑闻就是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伊朗门事件 尽管雷根从来没有因此面临弹劾或司法起诉 但是他卸任之后还是长久笼罩在这一起丑闻的阴影下边 那么再往前看还可以看到更早 约翰逊就是Andrew Johnson 他是美国第一位因为弹劾而威望受损的总统 他是因为内战之后的重建议题和国会陷入激烈的纷争 导致连串的麻烦 所以在现在川普被起诉 应该来讲 他大概这个不是 他绝对不会是空前的 前面我们刚才看到有那么多 那么保证他也不会是绝后 不会是最后一位 好 新闻方面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所以先看一下在芬兰方面 现在知道芬兰要在数天之后 就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来强化欧洲的安全架构 并且也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丁宣告 贺阻北约染指俄国边界的目标 形成一个打击 对一年前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 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还有瑞典而言 这是一个大的转向 对北约而言 在芬兰首位与俄罗斯大约1300公里长的边界 这件事上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土耳其和匈牙利经过多月的拖延 把芬兰和瑞典的两个国的入会申请分别处理 吴氏这两国去年六月应邀展开入会程序之后 都在这个月稍早表示 现在是同意的是芬兰来个单独入会 好 新闻方面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是来自中国 中国好像现在要反制美国了 这是美国联合盟友强力围堵中国半导体发展之际 中国网信办也在31号公告 对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 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美光是世界最大的记忆体的晶片制造商之一 它在2022年的营业额在全球半导体公司排名第六 中国则是第一大晶片的进口国 2022年占全球晶片市场超过72% 现在公告说 为了保障关键讯息基础设施供应链的安全 防范产品问题隐患造成网络安全风险 维护国家安全 所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其他的不同的这一些法律 对美光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产品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在这个公告并没有指明美光产品有任何的国家安全风险 到底是哪些并没有指明出来 好 我们在新闻方面在结束今天的五节新闻最后带给大家 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大学部教务处昨天公布 今年一共有52,250名申请入学者 人数创了校史上的新高 结果是2,275名学生获准入学 录取率只有4.35% 也创下校史的新低 在去年在耶鲁大学的录取率是4.46% 所以今年申请入学创新高 但是录取率却创下了新低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节新闻 胡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也谢谢你的收听 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